写作单元3 聚群写作 目的使家长可以协助子女 培训聚群写作的能力 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可以表达简单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的概念比较复杂 就要写多几个句子 写多几个句子我们叫做聚群 聚群即是群的句子 这群的句子要有一个中心的意识 以及句与句之间是互相联系在一起 这就叫做聚群 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一般的同学 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 都喜欢看推理小说 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个推理小说 这个问题可以写一些的聚群 例如我们给一个要求 我们的子女 推理小说有多少种类呢 于是乎他就经过他的思考 然后就是组织成不同的聚群 例如说推理小说种类很多 例如偵探小说 神秘小说 恐怖小说 犯罪小说 又或者希望我们的子女 告诉我们 读这些小说有什么作用 他就这样写 他说在推理小说中 作者向读者提供了线索 读者可以从中推测到故事的发展 在这个推理的过程 读者享受到解谓的乐趣 这个又是一个聚群 或者我们的家长也可以要求 我们的子女 你看这个推理小说有什么好处 又叫写一些聚群 你的子女可能这样写的 我喜欢看推理小说 因为它的故事情节是紧奏 内容是引人入胜 读这些推理小说 可以提高我们的观察力 和分析能力 因为我经常看这些推理小说 所以我在这个写作和辩论的时候 都能够学以致用 因此我的口头表达 和书面表达 我的表现都比其他同学优胜 这就叫巨群的写作 又或者我们的家长可以要求 我们的子女 告诉我们 他就说你喜欢看哪一种推理小说 他就告诉你 他说我喜欢看福尔摩斯的偵探小说 福尔摩斯的神探就是我的偶像 福尔摩斯擅长在犯罪的现场 去搜集一些物证 例如指纹、脚印、血液等等 他又能够破解犯人的诡计 他又能够破解犯人的诡计 他通过物证和科学的鑑证 可以推论出犯人的犯罪手法 最后将犯人成之于法 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 好像福尔摩斯一样的神探 这个也是巨群的写作 其实 这个巨群写作就是由巨子的写作 到段落写作的一个过渡 如果我们的子女能够做好 这个过渡巨群写作 他将来段落写作的成绩一定是好的 段落成绩好 将来作品的成绩一定是好的 所以巨群写作是相当重要的 各位家长 你明白了这个巨群写作的意义之后 你就可以展开在家的亲子教育 首先 我希望你能够每一次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都看看我们的六象带 了解了这个本单元的训练的目的 以及意义之后 你可以从我们的单元里面 选取一些适合的货业 给你的子女来做 在做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给一些要求 例如说 你的子女很喜欢玩电脑游行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叫它围绕着电脑游行这个问题 去写一些巨群 例如电脑游行有多少种呢 他又写一个巨群给你 然后再问他 电脑游行有什么作用呢 他又写一个巨群给你了 或者说玩电脑游行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你的子女反复围绕着电脑游行 写不同的巨群 久而久之 它的组织能力就会加强 他也能够勇于将一些简单概念 将它复杂化 他也能够将来慢慢写成一篇好的文章 当然在这个写作巨群的过程 他一定会遇到很多艰难 这个时候 家长可以不妨和他一起交流心得 互相来到共同完成有关的货业 都是好的 学习延伸 当我们的子女完成了巨群练习之后 我们的家长可以请你的子女 朗读这个巨群 在朗读的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作为一个聆听者 你可以很欣赏你的子女 能够完成这个货业 让子女觉得你就是第一个读者 他会感到很高兴 其次 你也可以自己将他所做的一个货业 作为家长 可以重新为他做另一个巨群 与他做一个比较 互相观望 你是这样写的 我是这样写的 那便问你的子女 哪个写得好 甚至可以请他 他将你所写的巨群加入巨群里面 于是乎 将他的巨群就确充了 越写越多 就向段落来进军 学习评估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我们不妨将我们单元练习里面的那些货业 拿出来 请你的子女再做一次 两次三次 因为这些练习是不怕重复再做的 通过他的重复再做 可以当作一种测验 亦都可以当作一种温习 温固而滋身 通过反复的练习 能够强化他对这个巨群写作的 这种的认知的能力 和能够令到他可以落笔的时候 可以更加流畅 好了